真的应该是一千三百年前 中国乳世道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 表面上有乳世道 实际上乳世道已经圆融了 因为乳他读佛经 他也学道 乳道的经典他读书 道呢他也学乳也学佛 那佛呢也学乳也学道 所以里面呢他就融成一体了 这个事实 我们要清楚 所以 中国传统文化 日经成了一体 三教九流 这三教是乳世道 三教九里 九流啊 变成一家了 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他是三教九流 混合 一体 那么到最近 那么到最近 这一百五十年 中国的国力摔了 外国人 以战争为手段 中国打了几次百仗 签订不平等调要 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文化 我们受了这个影响 很不幸的 自己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民族的自信心丧失了 什么都是外国人好 中国不如人 自己承认的 所以 这一百五十年 我们摔了 摔到今天 传统文化 几乎灭亡了 现在变成中不中 稀不稀 问题出来了 社会动乱了 居住的环境 许多灾变 也很难得 现在慢慢觉悟了 慢慢醒过来了 要解决当前的问题 西方这个文化 解决不了 他解决他自己本身 也解决不了 外国人要学中国东西 学印度东西 现在非常认真去学习 去找 他能不能找到 能找到 是不是真找到了 没有 为什么 没有真诚 恭敬心 点击 他找到了 他不能 欺负 也就是 开经级上 所讲的 愿解如来 真实意 他们虽然得到了 他不解 如来 真实意 好在 最近这三十年 科学家研究的 这个成绩 很好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这些研究报告 里面有不少 跟大乘佛法 跟中国传统的文化 逐渐 融成一体了 这是好现象 这个现象帮助外国人 肯定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异 正常 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 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我们来讲 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对老祖宗更有信心 对佛菩萨再不怀疑了 对于我们来说 希望我们来说 有主要有信心